双11买很爽 网路灾情大盘点 Pepelo Bestiva Pepelo 韩国的Pepelo Day告白日到了华人圈 哎呀 成了集体失心疯的双11购物节啊 今年双11各路买首摩拳擦掌 淘宝天猫销售人也狂破去年记录 阿科狂买之后双11的灾情也渐渐出现了 不少网友事前做出功课笔就超了三大涨 但兵荒马乱间抢买之下 我后面要买到完全都是失控购物 要不然就是手速不够快 或者根本算错价钱 不仅没省到还多花钱啊 不过手速快的状况更惨烈 在系统温度之际软爱与通常 同样商品买了好几个 今年天猫威房系统当季 一一一一当天关闭退款系统 直至12号凌晨未发货的订单才能退款 前面前面多数店家三百里加急发货 他妈的想要退款还要付钱找快递回去了啦 你的退款还要倒贴最近惨重 只能笑哭 而系统太卡顿啦 下单后地址改不了就可以出货啦 不过这次最可怕的 不少人为了抢双十一 动用了支付宝的月付功能 下个月一起结账 双十二一哦 来啦 大家要继续教训呢 便便良心建议 12月11号晚上记得 成 Vincent Harry 还要订阅 我们开始订阅 ׂ hard 苍 岑 熊